哈啰 大家好 蕊丸です 提超山霧天克斯的极限Zack资料 官方已经正式把它给发布出来了 就如同这张的那个名字这样子 宇宙第一的大爆装 哇 真的是猛到爆炸哦 这张它的极限Zack资料 我们看到的话直接傻眼 我们稍微来看回去它原本的被动先好不好 120%攻击上人 然后登场的七回合内 攻击再加60% 然后防御30%到30%下降 OK 这个是它原本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张超山霧天克斯它的极限Zack情报啦 就是以下这一张 看到没有 简直就是夸张 对长技我就不管它先啦 因为一定是去到130% 主要主要就是它的被动 很夸张 来 自身的攻防 150% 哇靠 根本就是傻眼有没有 150% 再来就是 登场的七回合内 攻击再加70% 以及防御力再加70% 没有降防御 哇噻 真的是无法想象 哈哈哈哈 竟然没有降防御 而且还有中切率 敌人的攻击回避 诶 以这样子的强度 应该说以这样子150%的防御力 基本上已经可以扛完大部分的伤害 然后还有中切率的回避 哇 根本就无敌了有没有 我只能对前面五张的属性队长说一声 Rest in peace 哇 真的是越厚为强化 强化的幅度越高啊 啥啊 这个 根本就是六周年的 六周年过后果然待遇就是不一样 有没有 没有150%好像不能见人这样子 哇 强到爆炸强到爆炸 真的是强到爆炸怎么办 哈哈哈 OK 然后再来他的必杀技 这边他官方只是发出了他11 117 因为像这个潮伤物典克斯有分 9期必杀 11期必杀 跟12期必杀 他这边放的是11期的必杀 原本的话就是一回合攻击超大幅上升 然后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更新之后嘛 就是变成气力十一的那个必杀了 一回合攻击超大幅上升 同样 但是后面不一样了 超绝特大伤害 以及全属性攻击效果八千 娘哦 我娘咧 这个简直就是暴力有没有 超级超级的暴力 以这一只物典克斯本身的三维数值 我这一张是没有开路啦 12,900 如果是四路开到完再加多一个5000 就是17,000 17,000再加上它极限在差不多 可以到19,000左右的属性财性的 这个超战物典克斯的话 150%的加成 再加上七回合内60%的加成 在战斗路它是绝对无敌的吧 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强悍有没有 而且有全属性攻击效果八千 哇塞 这强化幅度 原本以为你会沦落为 级超三步的那个地步啊 结果大翻身有没有 成为所有的属性队长内最猛的 我还蛮期待它剩下的9气跟12气的必杀 的改动会是怎么样 后面都添加那个全属性效果防御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一只霧天克斯简直就是 猛到爆炸 不过还好 我已经把它的那个连结全部练满了 一定是会很猛的 我非常期待 我越来越期待它的极限阵道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猛猛猛猛猛 超猛的有没有用 OK OK 那么这一次的超三课课 诶五天克斯的介绍 其实现在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祝大家